老魏弄成中国的第一个出名的政治犯 我就去了Amnesty International去游说 那时候西方没有人对中国的政治犯有兴趣 所以那时候做起来是很不简单 后来呢老魏进了监狱我就想办法 开始怎么样把老魏弄出国 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出来 他不愿意出来我没没办法 后来呢我说服那时候他不是我的丈夫 我说服他他在白宫工作 就是他是谈判把他弄出来的 1997 他在白宫工作很多人了 但是最出名就是他 哦你谢谢你 另外呢因为我出生是建筑系 我是建筑师 所以我对政治呢说我还不太清楚 那老魏就是我的老四 最重要的就是1999年 最重要的就是1999年 做那个反对PMTR工作的游说 那时候呢所有的工作 中国人都没有干什么活 就是老魏而且老魏头脑很清楚 我那时候其他做翻译 我那时候其他做翻译 其实我们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不成功的原因我以后再说 但是是比较悲哀的 现在呢 对华的政策是开始改变了 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国会上现在有一个 select committe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 老魏 老魏已经跟他们那些人见过面子 所以我可以说 做了那么多年来了 我们现在是有希望 谢谢老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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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